現在我們進入到第17章 好 我們現在進入到時間序列的世界 時間序列的 你看我們的所謂的時間序列 這是一個大家經常看到的一種 一種 經濟素質啊 或是 跟著時間演變的各種數字 把這個數字 以時間為橫軸 顯示出它的數字出來 那麼在這樣的地方我們可以說 假設這個是1999年 1999年在這個地方 然後2003年 在這個地方 所以哪一個時間點呢 你給我我就可以告訴你 你在那個年度在那個時間點上面 那個值 那個Y值看來是指油價 指B值 指利率 指各種各樣的一種你關心的現象 隨著時間在演變 那那個值啊 產生什麼樣的一個變化的情形 所以把整個那個 因為時間的影響 時間的推移 而這個我們所關心的這個量 那個變化的情形呢 把它給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 大家一目了然 看得很清楚 譬如說你只要上銀行的那個 利率啦 或者匯率的那個表裡頭 讓它畫出過去一段時間 那種利率的演變 或者是 幣值的演變 你都可以清楚可以看出 它那個 貨幣的一個幣值的一個變動的 的一個情形出來 所以時間序列是很值得 大家去探討研究的東西 那麼數學上 我們可以顯示呢 說假設你有這樣的一個 數列 這是一個數列 你的Y T 可以從時間點1 一直到的無雄大 或者到N 看你願意 那它可以顯示出這樣的一個 時間序列出來 這是個數學式子 時間序列在我們這個地方呢 不會做一些數學上頭的一些深入的探討 但是我們會去了解的時間序列 它很多種種類 那時間序列也是另外一種預測的方法 它除了回歸之外呢 我們都知道回歸 當你跑出回歸模型出來以後 我們希望它能夠做預測 當你得到EY等於0.2加上9乘以X1 將減掉32乘到X2 一直下去 這樣你可以發覺說 它這個Y的值啊 到底跟自變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你給我自變數的值 我帶進去 就可以得到一個Y的值的預測值 時間序列到最後呢 其實也是希望能夠做預測 只是它預測 並不是找自變數來做預測 大家注意聽到喔 你會產生什麼樣的值 什麼樣的一個未來的一個值出來 不是因為你掌握了它的因果關係 也不應該這樣講 不是因為你掌握它的相關的某些自變數 而是你掌握了它的過去的值 那你能夠找出它的pattern出來 就它那個演變的pattern 它那個形態 所以你掌握了它的行為面以後 你可以了解它未來會做出什麼樣的變動 不是你掌握它某一些自變數 所以同樣的兩種預測工具 兩個的預測的那個哲學是不一樣的 回歸是找自變數 自變數跟Y之間是什麼關係 是什麼關係 學了回歸學了快兩個兩個月 回歸的自變數跟異變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因果關係還是相關性 相關性質而已 只有相關性的關係而已 沒有因果關係 我舉個一個例子 有相關性並不代表因果關係 有沒有 我們舉個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最有名的例子是什麼例子 冰淇淋 有沒有 我們說過一個例子 冰淇淋跟犯罪之間的關係 對不對 犯罪率高的地方都是冰淇淋銷售量比較高的地方 難道吃冰淇淋會容易引起人犯罪嗎 後來發覺這兩個之間只是高度相關 可以怎麼解釋 因為溫度很高 那當然你的冰淇淋消費量就會高 溫度高也會引起人犯罪 太暴躁 很躁動 很容易的衝動 所以溫度才是真正的原因 可是冰淇淋跟這個犯罪率兩個之間的事實上只是一種相關性而已 好所以現在了解了這個相關性的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時間序列 時間序列不是要去找相關系數 不是要找相關的這些質別數 而是要去找出它的行為上的一種pattern 它的速列等於一種變化的pattern 假設它這邊很多不同的pattern 就是最簡單的一個pattern 好比說是這樣的一個pattern 像這樣的一個pattern呢 有一個特色就是它都是什麼 它是一種水平的 它整個時間序列的平均值 它的min expective value 它的期望值 你會發覺它都是水平的 也就是說它是固定的 它stay constant 在一個穩定的範圍之內 所以它雖然有小幅的一種震盪 可是基本上來講它的期望值都是很穩定的 constant 常數 所以這種pattern我們可以把它叫做horizontal 叫horizontal pattern 那可以看一下我們在803頁這邊 1711上方那個圖 它就是一種horizontal pattern 它是一個 汽油的一種銷售 汽油的銷售量 在每一個禮拜 以禮拜為單位這樣去把它飆售出來 可以發覺它的出售量 雖然有高有低 但是基本上來講它的期望值都是穩定的 大概在20左右 20千 20個千的gallon 這樣一個範圍是內側做擺動 它可以稱為是horizontal pattern 可是一個更廣泛的名詞呢 給它叫做stationary stationary是應該怎麼理解 stationary是什麼意思 這個是A 這個不是E喔 如果是ERY的話 這是什麼 是一種文具 那ary是什麼 station station是什麼 穩定的 固定的 比較不動的 OK 是一種比較固定的 穩定的一種型態 所以horizontal 事實上是一種穩定的型態當中的一種 我們當然不能講說 所有穩定都一定是水平的 事實上呢 這樣也是一種穩定的型態 如果你這個不動的話 是吧 它也是一種水平 它也是一種穩定的型態 所以基本上來講呢 我們說呢 stationary process的 它有兩個特性 那剛剛803夜中間 它這邊說 它說如果你是stationary time series的話 它應該有兩個要件 第一個它整個的流程和過程 它應該會產生的data的值啊 它會有一個一定的一個固定的值 就是constant的一個固定的mean 第二個 它的variability 也就是它的變異數 它的變異數呢 也會相對的穩定 它會stay constant over time 所以隨著時間的演變呢 它的variability 就是它的variance也是 相對來講 也是比較 constant的情況下 安穩的情況下 所以如果你能夠符合這兩個要件的話 就叫做stationary stationary呢 也不是不會變動 空前你看到804夜 17至4 17至2那個圖 在這個圖裡頭 它兩段 就前面那一段的話呢 是大概是這樣子 後面那一段突然間要升起來 變成這樣子 這兩段呢 其實通通都是stationary 或者是horizontal 但是呢 兩段差別在哪裡 它的level不一樣 level不一樣 這個水平比較低一點 這個水準比較高一些 這兩段的level不一樣 就是經過某一個時間點以後 突然間要升起來 經過譬如說 大地震啊 經過溫度突然間要升起來 你的供應 你的量的一種需求量 你的電力的需求量 突然間上升 等等呢 都有可能會產生呢 你的process 突然間要升起來 這是stationary pattern呢 它會產生的一種變動的情形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pattern呢 叫trend pattern 這個trend pattern呢 指的是一種趨勢 就是你的整個的這個時間訓練 它會呈現某一種趨勢 你看我們如果說 所以你看這個 看這個時間區列 你發覺它是不是有一個趨勢 你發覺它是不是有一個趨勢 它的整體的期望啊 也就是它的平均值 它呈現一種呢 上升的一種趨勢 好 所以它有一個trend 上升的趨勢 這上升的趨勢呢 它雖然在小範圍之內 雖然在某一個範圍之內 它有一個up and down 有變動 但長期來看呢 它是一種緩慢 攀升的一種情形 或者它可以下降 它可以這樣的一個情形下來 就發覺了一種下降的趨勢 所以上升下降都有可能 但是呢 它基本上呢 一個有趨勢 那stationary的一個 一個pattern呢 那當然它顯然 它的趨勢就是平的 它沒有上升也沒有下降 它的趨勢就是水平的 那麼這下一個pattern呢 指的是seasonal pattern seasonal pattern 你看著 細節性的一種 細節性的變動代表了 它會有一個循環 和它的循環的周期 以一年為周期 同學你看它 它那個在 每一年 就是四個季節啊 每一年 一年為它的周期 它就會產生某一種變動 它一個季節性的一種情形出來 各位同學 你看805頁這邊 它是一個有季節性的一種 一種循環的關係 你有沒有發現 十七之三 在這個圖裡頭 你發覺第三季的時候 都是高點 那麼第三季是高點 然後第 到了第七季也是高點 每每隔四個季節 它就來一個高點 過了高點以後 它的下降 然後再攀升 所以它有一種季節性的 一種形態出現 或者是你可以看807頁 十七之五這個圖 也是一種季節性的一個pattern 同學你看一下 在一二三四 第四 第二 第二季節的時候 都是高點 夏天的時候是高點 然後過了夏天以後 它就跌下來 跌下來 然後再攀升上去 這個都有季節性的要素在這裡頭 或者是最明顯的是看808頁 808頁 七十七十六 它是電視機的銷售額 電視機的銷售量呢 每一年 每一年有四季 你發覺都在第幾季的時候呢 是最高點 是不是都在第四季的時候是高點 第四季的是高點 為什麼第四季是高點 為什麼第四季是高點 電視機銷售量在美國的情形 這個data都是數據都是美國的 第一它的高點是 因為聖誕節的時候 聖誕節感恩節都在第四季裡頭 所以那個時候是人們的 有拿到什麼獎金啊 拿到什麼bonus啊 那麼每一年呢 也好像都說好 電視機在那個時候要壞掉 或者是說電視機在那個時候呢 大家都看了它很討厭 總之Christmas到的時候呢 很多不是每一年換一次的 就是固定會在那個時間會覺得 這是電視機該換的時候到了 就會產生一種業務感 所以就換一個電視機 換一個家電 反正一部電視機呢 雖然也不是很少的錢 但是也不是很貴 事實上一部電視機 我們台灣現在大概兩萬塊 三萬塊左右 同學在美金來講 也大概兩三百塊 買一部 所以大概也大概會累積個幾年 然後到那時候會做一個消費 這個是電視機的一個行星 所以這邊所謂的pattern呢 它可以透過你的time series的一個圖啊 可以去顯示出來 那麼還有一個pattern叫做 cyclical pattern Psychical呢 是循環的意思 Psychical呢 就是循環性 它還是一個循環的一種pattern 那麼循環跟seasonal呢 一樣的都有呢 都是有周期的 循環性呢 循環性呢 它的cycle呢 就是它的周期啊 循環性呢 循環性呢 它的cycle呢 就是它的周期啊 如果是以一年為周期的話呢 基本上 一年就有一個高峰 有一個低谷 每一年就有一個高點 然後過到高點 就滑到低點 然後到另外一年的時候呢 又再上高點 然後下低點 如果你的周期大概都是一年的話呢 它是一種季節性的變動 但如果你是循環 我們所謂的循環性的話呢 周期都會大過一年 還有比如說像房地產 台灣的房地產在2008年 金融風暴之前 金融風暴以後大概都亂掉了 現在房地產積極高升 以前的話的房地產呢 是大概每七年就要來一個循環 每七年就有一個高點 還有一個低點 所以那個時候的循環呢 周期不是一年 它的周期是什麼 是七年之久 所以如果你的循環性呢 你的周期是大過一年 一年以上的話呢 那個周期啊 那種循環啊 然後叫循環性 Cycle 所以一般講Cycle 一定都是它指的 周期是大於一年以上的 季節性呢 所謂的季節一定有春夏秋冬 叫Season 所以它的周期一定是等一年 在一年之內呢 它有春夏秋冬季節性的一種需求 所以產生季節性的變動 這是Season跟Cyclical之間的一個差異存在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這個要講呢 開始講了 你有了這些時間序列以後 你想要探討什麼問題 有了時間序列以後 你有各式各樣的一種Pattern 你又可以掌握它的趨勢 你可以了解它有季節性變動 那麼你可以用什麼樣的統計方法去幫忙做這些時間序列的分析 所以基本上 我們緊接下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透過時間序列來達成一種預測的作用 這叫預測 這個時間序列的分析研究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夠達成預測 那麼預測呢 有幾個不同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呢 叫做什麼 好 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呢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你如果談預測的話 它有幾個不同方法 但是在講預測方法之前呢 我們先看一下 你的預測的準確性 怎麼樣去衡量你預測的準確與否 先到這邊先看一下808頁17-2這一節 談到了forecast accuracy 首先17-7這個table809頁這邊告訴我們 你為了要計算出你預測的準確與否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有12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呢 有一個實質的這個石油的汽油的消費量 然後看第一個禮拜消費多少 看到這個圖沒 是不是17個千 第二個禮拜21個千 一直勒推 到第12個禮拜 那它的預測是什麼方法呢 你知道嗎 這邊用一個最簡單的預測 就是我第一個禮拜賣了17個千以後 現在進入到第二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要預測多少呢 第二個禮拜抓多少 他說抓上個禮拜實際發生的銷售額 我拿來當作下一季的預測 你們現在同學如果開個商品店 開個冰店 開個什麼店 你們還想開什麼店 你們最想開什麼店 你們會開什麼店 你們會開各式各樣的小商店的話呢 你要不要做預測 你要不要做預測 因為你要進貨 你要進貨你要補貨的時候 你要補多少貨 補貨的多少呢 就建立在你預測 你預測下個禮拜會賣多少 下個月會賣多少 明年會賣多少 所以你今年就要進貨 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預測方法 就是拿上一次 實質發生的銷售量 來當作下一次 下一個時間 範圍之內 下一個期間裡頭 它的預測量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以這邊來講的話 17 然後第二個禮拜是 預測是多少 17 第二個禮拜實際發生是21 所以第三個禮拜的 預測是21 第四個禮拜 預測是19 那這19是怎麼來的 就是第三個禮拜實際發生的 銷售 這以此類推呢 可以形成的 我們看一下 17-17這個表裡頭 左邊 第二行跟第三行 這兩行數字 差別就差別在它那個 你看 這第一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第二個禮拜 第三個禮拜 這是實際發生的 我的預測呢 就是到第二個禮拜 要做預測的時候 抓第三個禮拜 抓過來 抓過來 就形成它的一個很簡單的預測量 就形成它的一個很簡單的預測量 那你現在這樣有個預測量 每個禮拜之前 你就有預測 每個禮拜發生之前 你就有預測 那有沒有誤差呢 當然有誤差 你看看在右手邊這一行呢 就是 這個 這個叫做預測的誤差 預測誤差 你看看 第二個禮拜的預測誤差是4 4怎麼來的 4怎麼來的 所謂預測的誤差呢 都是實際發生的量呢 去減掉了 減掉什麼 減掉預測的 實際的量 減掉預測量 同學你看一下 實際發生21 減掉17是預測 是不是有正式 然後19-21是多少 -2 第四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實際做多少 謝謝 然後這邊就是23 23-19是多少 也是4 那有正有負啊 是吧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是Error 是吧 那Error呢 在右手邊呢 再來一個什麼 絕對值 Error的絕對值 4 2 4 下來 然後在右手邊呢 再把絕對值 再8平方 你再把那個 預測的絕對值 再8平方 就形成Square Forecast Error 你看 你看4 4的平方 2的平方 4的平方 一直在對 你看它可以玩出這麼多花樣出來 你看到沒 在預測這件事情上 你玩這麼多花樣出來 找出誤差 取誤差的絕對值 絕對值的平方 然後再玩什麼 再玩 百分比 誤差的Percentage 誤差的Percentage 那個第一個19.05是怎麼來的 所以19.05% 這是Error的 Error的Percentage 那你看看你誤差是誤差多少啊 誤差是4 實際發生值是多少 21 所以你就把 4 實際發生的去除以21 好 現在幫我除除看看等於多少 4除以21是多少 0.190 4多 好 到這邊 你看看是不是19.05 所以可見呢 你的Error Percentage 你發生誤差的那個誤差的百分比是 誤差量去除以實際發生的量 不是除以預測量 實際發生的量 實際發生21 那你21當中你居然誤差的4 所以誤差的百分比是多少 19.05 是這樣來的 所以每一個Error Percentage 這樣算 然後再把Error Percentage 取決定值 最後呢 你可以把 這些所有的百分比 把它相加走 會得到211.69% 這211.69%呢 是所有的 禮拜當中 所有的11個禮拜 各位同學 這邊雖然是12個禮拜的數據 但是真正有 但是真正有 預測產生誤差的 是從第二個禮拜 到第12個禮拜 所以真正發生的值 是幾次 真正發生誤差的 有幾次 11次 因此呢 你如果算平均每一個禮拜的誤差 的百分比的話 你要把211.69%除以多少 除以11 而不是除以12 這邊要了解一下 OK 然後呢 你如果要算Square Forecast 這個Square Forecast呢 我們也把它 Square Forecast 179要除以多少 也要除以11 所以才會形成平均的 平均的 平方誤差 所以你看看 翻過來我們看看 這邊會形成的 各種數據 如果你要求 平均數的話 你就是除以11 那如果個別要算 每一個週期裡頭 發生的數據的話呢 那要看你要求什麼 如果求百分比 一定是除以它實際發生的量 所以就形成了 這邊有 有三個數據 各位同學 第一個數據叫 MAE MSE MAPE 這是 Mean A是Absolute E是Error Mean Mean Absolute Error 所以你把 Absolute Error 就是Absolute Error 相交總是多少 在這一行相交總最多 多少 多少 大一點 大聲一點 41 那因為它還要求一個mean 對不對 所以你要去41去除以多少 注意11 那這邊MSE是什麼 這個S是什麼 Square MS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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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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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這也是mean 這是Average P是Percentage E代表Error OK Percentage Error的平均 A A不是Average 講錯了 A是什麼 A是 Absolute 你也都不打個招呼 A是什麼 Absolute 那這怎麼做 平均 Absolute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是多少 多少 多少 好 211 點 多少 69 除以多少 1月這邊有個mean 人家除以11 叫走了嗎 這個是最簡單的預測方法 就是抓上一個禮拜 實際發生的量 另外一個預測方法 各位同學看一下 這邊呢 811耶 這邊有一個預測方法啦 最上面17.8那個表 他把 過去所發生的 每一次發生的量的總和 相加去除以過去一共發生幾個禮拜 好比說你如果是第三個禮拜在做預測的話 要預測第三個禮拜 你要抓 第三個禮拜之前的所有的禮拜的量的平均 好第三個禮拜以前有幾個禮拜 這兩個禮拜 你把兩個禮拜發生的值去求平均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比說 就拿17.8這個表的例子來看的話 第二個禮拜發生之前只有一個禮拜 所以說拿那個禮拜 這平均 那就是17嘛 第二個禮拜的預測 這個為什麼是19呢 19怎麼來了呢 17加21除以2 這樣知道嗎 是不是19 第三個禮拜 為什麼又是19 那是第四個禮拜 那是第四個禮拜 第四個禮拜的預測量是拿過去三個禮拜的平均數 過去三個禮拜是17加21加19除以3 其他意思類推 而比說第十二個禮拜的預測量為什麼是19 為什麼第十二個禮拜的預測量是19 是不是前面第1個禮拜一直到第十一個禮拜的全部的平均數 不相信自己按按看 早前自己按按看 那這種預測方法呢 其實今天同學在這邊呢 我可以提醒一下 你們家如果開一個小商店 你們自己去創業 你要做預測 你要進貨 我跟你講 那有很多進貨預測的方法 我們可以說最簡單的方法是拿上個禮拜 拿過去所有的禮拜的平均數 你懂的意思嗎 待會還要講另外一個方法 叫做moving average 就是移動平均法 這些通通都是可以提供各位朋友做參考的 你要進貨 你一定要先預測 預測 預測未來 會發生多少 然後作為你進貨的基礎 一定是如此的 所以不管你用哪一個方法 你都可以像剛剛我們所講的 用mae mse map這三種方法 去做出 這個error的一個計算 那麼剛剛我們用了兩個方法 把它揮納在811頁最底下 同學你看 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叫naive method naive method是什麼方法 naive是什麼意思 天真 天真 什麼意思叫很天真啊 天真是哪一個方法 就拿上個禮拜啊 你上個禮拜做多少 未來這個禮拜應該也是做多少 是不是很天真很可愛 是不是很樸素 是這個意思 那另外一個方法叫什麼 average of past values 過去發生值的平均 過去看幾個禮拜就求他的平均 這兩個方法做起來你覺得哪個方法比較好啊 同學們 哪個方法比較好 它不是做底下一個歸納表嗎 811頁 從這裡頭 不管你是從mae來講 min absolute value 或是min square error 或是 mi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 不管你是三種指標哪一種 都哪一個方法比較好 是pass value比較好 都是pass value比較好 就是過去的幾個禮拜 你開商店以來 對不對 過去的歷史 所發生的值的平均數 會比你只用上個禮拜 上一個月 上一個年度所發生的值 來做預測 還來的準確 ok 要記起來了 如果你只抓上一次 還比說你預測你期末考考多少分 我這一次考97分 所以我期末考應該可以預測97分 這種方法叫什麼方法 叫天真法 那你如果用過去的歷史的總平均法的話 那你把第一次期中考加第二次期中考的分數加總求平均 來作為期末考的預測 這個方法叫做歷史法 一個叫做天真法 看你要用哪一種方法 ok這個是 隨便舉一個歷史來看 現在我們開始來看另外的一些預測方法 首先第一個813頁直接的 讓我們想要去探討它的方法 第一個方法叫做什麼方法 這個方法經常用 這個方法經常你可以 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要做什麼預測的話 經常可以用這種 過去 過去移動平均法 什麼叫移動平均呢 你如果這邊寫個k的意思是什麼 k的意思是拿過去 過去這段時間移動k個period k的期間 像你這邊是t的話 這邊應該是 t-k t-k加1 以此類推 所以 注意多少 注意k 看一下課本的符號比較好 他是拿什麼符號 他拿most recent k data values 過去最靠近的 最臨近的 k個 period的數據 他拿從t到t-1 一直到t-k加1 我改一下好了 t t加 t-1 一直到 t-k加1 這邊一個 k個period 把過去 k個 period的發生的數據 相交種除以k 這種方法所算出來的平均 叫做移動平均 但是為什麼叫移動平均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好了 看一下這邊如果 剛剛所講的12個禮拜 這個數據第5個禮拜是多少 拿這個當例子的 17 21 19 23 18 18 再多少 16 20 再多少 18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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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 20 20 就拿17加21加19相加除以3 是多少 是不是19 57除以3是不是19 第四个礼拜预测是多少 第五个礼拜 第五个礼拜的预测量是拿什么 拿过去这三个 刚刚是拿这三个 现在再拿这三个 21 19加23相加除以3 帮我算一下都做什么 是不是21 再来 再来是拿这三个 19 23 42 60 60除以3是不是20 再拿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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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34是多少 57 57除以3是19 24 26 24 23 24 24 25 24 25 25 25 6 25 什么样 哪边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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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20 这个是16 20 18 多少 54 18 然后这来呢 其他没有错 下面都错 20这也错了 这是60 60 30没错 在下面19 这是应该20 对20 对20 18 20 20 最后一个多 最后一个是 57 19 这样对了吧 所以所谓的moving average 就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每 看你是moving average 5 moving average 3 moving average 7 那你就可以 开始去做 你看这边本来是三个 现在变成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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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不断的移动 它的平均的值 是透过 每移动的 三个 你这边如果是ma5 那是每 每五个 每五个 就做一次 每五 就是 相邻的五个 去做一个平均值 所以它移动的 再算它的一个平均数 出来 这叫moving average 那这个方法呢 请问一下 我如果moving average 三 和moving average 七 一个是呢 我那个 范围 只有三 另外是范围 有七 你觉得来 这两个方法 做出来的结果 会有什么不一样 你要用三 还是用七 你为什么用七 因为刚刚 是 什么 因为你受先前 我们刚刚所讲的那个例子 我们先前说 你只有拿 上一个礼拜 对吧 那是不是天真法 那做出来的结果 就是不如你拿 过去所有发生的结果 来得比较准确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发觉说呢 如果moving average 用的那个period 周期比较长的话 我发觉我的效果呢 会比我只拿 短短的三个礼拜 或短短的两个礼拜 结果会比较好 因为他考量的范围 比较宽广 他考虑到不是只有过去三个礼拜 而是过去七个礼拜 所以他所平均出来的值啊 会比较 比较准确一些 而且他会比较和缓 因为他你看到平均的范围高达过去三个礼拜 过去三个月 或是过过去七个月 过去七个礼拜 所以他会考虑的范围是比较比较远的 然后你做出来的数据啊 同学你也可以看一下 他他这边从图形来看啊 815页最上面17支7的那个图啊 都是绿色的一些点 本来的点是绿色的那些点 也就原来这12个礼拜的 汽油的销售量把它点出来 现在如果你做出moving average 三的话呢 那把这moving average的值啊 把它点出来 就得到中间穿越绿色线 绿色线的那个蓝色的线 很像一条蚯蚓啊 本来那个上下凹驱的那个 那个受到这个蓝色的 这个moving average的这些点啊 把它连接起来 然后发觉 它是比较怎么样 比较平滑 你们看到 本来你看上下那个比较凹凸不平的 那个上下拮驱的那个程度啊 受到moving average之后 把它给摊平了 它把它给平滑了 所以事实上啊 这个moving average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有smoothing的作用 平滑的作用 smoothing smooth了当动词的话呢 smoothing就是了 你把它给抚平了 可以把你的整个的时间序列 可以把它给摊平 抚平了 为什么要做抚平呢 把时间序列 如果你只是原来这样上下的凹凸 很大的这样的差距 up and down 这样你把它变得比较摊平一样 来看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抓到 穿越原来时间序列的那股趋势 那原来的点啊 原来的点是这样子 那你现在得到一个比较和缓的数据 这和缓的这条线 不就像是一条穿越它的一个平均值吗 像不像它的一个平均值 穿越它的 那事实上的本来 本质上也就是平均的概念 它本来就是MA3MA5 本来就是moving average 所以穿越过去的这条线 比较能够抚平 也比较能够当做一个平均值 这不止平均值 还可以当做一个什么概念 你知道吧 当做一个趋势的概念 对吧 你看它整个的趋势是向上的 它的平均值是像这样的 比较接近 然后它的趋势 也可以由这条线呢 去当做一种代表 所以moving average 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它也可以当预测 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要做预测嘛 对吧 可是它划出来的线呢 你可以把它当做这样的理解它 它穿越它 它抚平了 代表一种趋势 也代表一种平均值 那当然你也可以用先前所讲的 去计算它的预测的准确性 所以一样你在17.9这个表里头 814页最底下的地方 你可以发觉呢 可以算出了它的预测的误差 那么预测的误差的值呢 发生在815页底下那边 它做一些计算 同学可以看一下 好 那待会我们再回来再讲呢 另外两种预测的方法 我们下次休息